Hello everybody,我是空小妹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神话故事 波西·杰克逊与生活之道 眼前这里一脸忧郁的男人名叫波西 他是海神波赛东与凡人生下的孩子 为了保护波西,母亲把他带到了人间 波西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他对自己是半神的事情一无所知 在不久前,宙斯与波西的父亲波赛东见了一次面 宙斯的武器雷霆被人盗走了 他认为这件事是波西干的 听完这些话,波赛东非常生气 但是他根本没法阻止万能的宙斯 只能暗自祈祷,波西能躲过一劫 一段时间后,复仇女神找到了波西 他认为波西身上一定有雷霆 两人的战斗一触即发 在这个紧要关头 波西的半神守护者赶过来救了他 事情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息 波西的妈妈深知这个道理 他立马带着波西和他的守护者们展开了逃亡 一番奔波后 波西的妈妈被冥王哈迪斯抓走 波西则在守护者的帮助下成功脱身 一段时间后 两人来到了一处半神营地 在这里生活的男男女女 都是神和凡人的后代 为了更好地掌控神的力量 他们在这里训练 在这里战斗 看着眼前的景象 波西终于认清了现实 他是海神波赛东的儿子 注定要屹立在半神营地最耀眼的地方 神的世界要比凡事更加残酷 波西拥有强大的海神之力 所有神都把他当成眼中钉 而且现在波西还被安上了偷到雷霆的罪名 为了活下去 他只能通过训练来变得更强 只有那样他才能抵抗凶肉残暴的众神 到了第二天 波西参加了一场激烈的半神对抗赛 在争夺棋子的时候 波西遇到了智慧女神的女儿长发女 面对强大的对手 波西毫无还手之力 在这个屈辱的时刻 波赛东给了波西启示 水会给予海神强大的力量 波西再次站了起来 他击败了所有对手 在众人的注视下夺取了对手的棋子 当天晚上 半神营地举办了一场庆功派对 在这个祥和的夜晚 命王哈迪斯来到了波西面前 他冷冷的告诉波西 要想救回你的母亲 你就得把雷霆交出来 没人知道雷霆的下落 为了救出母亲 波西决定带长发女和守护者小黑 一起前往冥界 在行动之前 波西从赫尔莫斯之子那里 搞到了一些神物 赫尔莫斯之子告诉众人 要想前往冥界 你们必须要搞到三颗神奇珍珠 听完这些话 波西立马带着伙伴 踏上了征途 第一颗珍珠在恐怖的美杜莎手中 任何正是美杜莎眼睛的人 都会变成实相 为了将其击败 他们用手机做幌子 诱骗美杜莎 然后在最后一刻 波西挥舞刀剑 砍下了美杜莎的头颅 第一颗珍珠成功收入囊中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波西带领二人 潜入了一家博物馆 第二颗珍珠就在 智慧女神像的头顶 为了成功拿到珍珠 长发女称的夜色 达到了所有守卫 波西则利用赫尔莫斯之子的飞鞋 拿到了女神像上的珍珠 在波西等人 马上就要离开的时候 一头来自明界的喷火龙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波西掏出神物 拼尽全力击倒了喷火龙 不过他根本就死不了 在这个紧要关头 波西用海神之力 召唤了大量海水 喷火龙被暂时封印 小黑则趁着这个机会 掏出了美杜莎的头颅 轻刻之间 喷火龙就成了石像 结束了这次冒险 波西带着两人 来到一家赌场 吃下女郎手中的奇幻事物后 三人产生了幻觉 他们产生了一种 永远留在赌场里的冲动 幸亏波塞冬即使点醒了波西 他拒绝了女郎送来的食物 开始独自寻找第三颗珍珠 事成之后 波西带着两个伙伴 逃出了幻觉 众人准备一起 先往冥界 营救波西的母亲 很快他就找到了哈迪斯 在交谈中 波西了解到哈迪斯 准备用雷霆击败 宙斯成为新的王 哈迪斯让波西交出雷霆 但波西一脸懵的状态 表示没有见过 就在此时此刻 一个巨大的反转突然出现了 原来在赫尔莫斯之子的神物里 闪出了光芒 是他偷走了雷霆 嫁祸给波西 这可惜哈迪斯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直接拿起雷霆 准备杀死波西等人 在这个紧要关头 一旁的侍者击倒哈迪斯 为众人争取了时间 不过他们手中只有三颗珍珠 无法全部离开冥界 守护者小黑选择了牺牲自我 波西则带着长发女和母亲 回到了人类世界 他们决定把宙斯的雷霆还给他 只可惜事情肯定不会按照计划发展 赫尔莫斯之子在天台拦住他们 并夺走了雷霆 他要利用雷霆制造各种争端 让他们互相争斗 自己最后则可以登上权力顶峰 波西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一场较量无法拼免地展开了 在众神之中 波赛东的力量尤为强大 赫尔莫斯之子无法抵御波西的强悍战力 美国都久就被击倒在地 雷霆再次回到了波西手中 一番思考后 波西把雷霆还给了宙斯 本来剑拔弩张的众神都平静了下来 趁着这个机会 波西向宙斯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想让宙斯把小黑从冥界救出来 宙斯随便一句几句就离开了现场 宙斯走后 波西与父亲波赛东展开了一场男人间的对话 长期缺乏父爱让波西非常痛苦 在交谈中 波西逐渐明白 原来波赛东一直在他身边 只不过他从来没有注意到 这种特殊的陪伴让波西非常感动 父子俩的隔阂彻底消散 故事最后 波西再次回到了半神隐地 他的传奇故事将会在这里再次书写 就算是神也无法避开权力的诱惑 不过权力并没有腐蚀波西的灵魂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 他会取代波赛东的工作 成为新的海神 人类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波西也会在与父亲的相处中 重获新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